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揭开HECON 2020的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镜与点点栏目 so uh the nex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ircles is the social distancing so we hope that the hitcom 2020 will be um forgettable event for all of you and could be the one of the masterpiece in taiwan cyber security since so in fact the kobe 19 also changed the way that we live so we started to use the online meeting software to uh instead instead of the meeting face to face and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online presence the issue of the cyber security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so as such that's the topic on this year is her immunity for cyber security we wish and we hope with the everyone's efforts we aim to the edge achieve the cyber security herd immunity to virus so in this years we also provide an interpreting service and it will be provided at all conference rooms through the online streaming so please reference to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 and intern.hitcom.org so i will turn into the chinese mode from the next slides so if you are uh if you are come from the uh uh on a board so you can uh visit the uh link to listen the translations okay hi大家好我是 sean那我是今年的HitCon2020的总交在今年的HitCon我们有做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最主要是因为来自疫情的关系还有呃在种种的一些事情的呃堆叠之下呢 我们将实体跟线上做一个整合那在今年的HitCon2020的活动我们总共有四大的亮点 第一个是创新的模式我们这一次首开了线上的票总也就是说呃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 还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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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Communist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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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至于是strom EDU Noah 積与елен 你们可以在国外执 這次我們新增了一個叫做Panel Discussion的部分 那我們請了國內外的專家學者 根據不同的主題來跟各位做相關的經驗分享 還有在我們 各位如果有參加過Blackhead USA 或者是DevCon的話 各位就會知道說DevCon 他們有提供一個非常內容豐富的一個Village 針對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這次也特別的將Village的這個概念 把它引進到我們的HeatCon 2016的活動當中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入場的時候有收到一個相當精美的迎賓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們是怎麼樣打開的 那如果沒有 我知道那個虛件比較難發現 就是他把它撕開就好 那這邊要提醒各位 是我們這次的迎賓袋非常的有創意 那我們採用比較文創的方式 去讓各位呈現給各位 那這邊也要提醒就是說 因為迎賓袋拆開就破壞掉了 那請各位把紙盒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回收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在整個主視覺像剛才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這一次的主視覺我們符合時事 也就是結合我們這一次大家非常關注的疫情的主題 那在最後呢我們提供了相當精緻的議程 最主要是這一次有很多的speakers是已經頭上 或甚至是已經在Blackhead USA發表過的 這個講者我們也特地把他們請過來 就來跟各位做他們相關的研究成果的分享 那最後是基本上我們這一次總酬組這邊有三個人 一個總召兩個副召 那全部都是歷年來最胖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次整個活動的重點之一 好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們現場有非常多的來賓 我們等一下的話我們會開放五樓的看台區 所以說你們覺得在樓下坐得太擠的話 可以到樓上的位置看起來也會更擠一點 所以就看有沒有要上去 那首先是我們介紹一下主辦單位 這一次有三個主辦單位來共同合辦 我們這一次的HitCon 2020這個活動 那第一個是台灣駭客協會 還有CH Roots 以及中央研究院的資訊科學研究所 我們是由三個單位來合辦這一次的活動 那另外協辦單位呢 是由TW社CC還有行政員的自動安全處 這邊來幫我們做協辦的動作 以及在接下來是一系列的贊助商 還有跟我們合作的夥伴 在一開始的尊重級的贊助商 有Panasonic還有Onward Security 這兩家廠商 那在這兩家廠商的部分呢 我們會做 以及等一下的廠商會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那目前因為這兩家廠商 他們教給我的介紹是用英文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簡短的英文 介紹這兩位廠商 那第一個廠牌 大家應該非常的熟悉 就是在電視上看到浮雲艾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有這個品牌的浮現 所以在這個品牌呢 它的介紹是約100年以後 Panasonic started with the desire to create things with values 所以從來這兩家廠商 has continued into the virus the failures include home appliance 所以可以把它們完成了 the better life and the better words 所以看著 the product security as par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anasonic has three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the product specific the activity incruise analysis during the design process and vulnerability testing before the shipment 所以透过刚才的介绍各位可以知道说 Panasonic不只有卖家电 他们在资讯安全上面也做一个相当大的功夫 在保护他们产品的安全 那接下来是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感谢 Panasonic跟Onward Security 安华联网这两家厂商来赞助我们这一次 成为我们最大的赞助商 那接下来是天龙节赞助商这次有三个 在第一个戴夫扣尔是从 相信各位应该都对这间公司不陌生 因为他们去年有办一个非常盛大的研讨会 那戴夫扣尔从駭客的思维角度 触发模拟供应者的手法 来为企业执行渗透测试 来提供资讯安全教育 让开发者从供给中了解如何防御之外 也为企业的资安防护做到最赢格的把关 那接下来是中华资安国际 它是隶属于中华电信的资安业务团队成员 所新创的一个子公司 它主要是提供上网的资安防护服务 还有资安的专业服务 资安的顾问咨询 资安的管理平台 规划建制以及身份识别产品与应用 最后是资安科技研究所为财政法人资讯工业 测经会所属的研发单位之一 那长期专注于自动性安全的领域 政策规划推动以及新技术研发等等均有症状成就 好 那我们现在快速地把这五家厂商把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感谢我们的钻石级的赞助商 第一个是安基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再来是Tim T5 财政法人电信技术中心 树联资安还有远传电信 以及联发科技 还有我们经级的赞助商 快念完了 好 经级资助商第一个是乐天 再来是企业重信 见证数位 中央研究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 还有接下来的银级赞助商是 360的全球潜在安全实验室 TWSCC 永峰金控 全安智慧科技 IPIP台湾银行 以及PC Home的部分 再来最后两个是我们的特殊级赞助商 特殊级赞助商主要是跟各位息息相关的 例如像是我们现在身上所被戴的 配戴的Bitch 那是由我们第一个 如说资安科技这边来帮我们做 提供这个赞助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104 104各位更不陌生 如果各位有拿到衣服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左手臂 有一个像小当家的一个像徽章的部分 那就是104来赞助我们这次的衣服 那接下来是IPIP 如果各位有购买那个纪念包的部分 你们就会看得到IPIP 在我们的那个纪念包的logo上面 那最后是特别合作我们非常感谢的是 教育部的资安人才培育计划 还有HackMD 奥义智慧科技 还有可力可资安有限股份公司 好 最后要感谢的是 我们感谢的人太多了 我们从4月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有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从4月的原本要取消 然后到纯线上 然后一直到因为政府的努力 还有各位的防疫的这个意识形态 有提升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才能够办这一次的实体的活动 那事实上这一次非常难得 就是即便是Blackhead USA或是Devcon 他们都已经做取消 甚至是全部改到线上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 政府在这一次的支持 还有学界跟业界 这边的对我们的关爱 那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在场 还有在线上参与这一次活动的 各位会众们 以及还有我们这一次 多达将近170名志工的这个团队 来促成这次的活动 好 那该改限的都改限完了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 单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场地的资讯 在这一次的活动上面 其实如果你跟往年来说的话 并没有太大的转变 最主要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例如像是资安茶的部分 它是由可力格资安有限股份公司 如果说各位对泡茶与资安有兴趣 想要去聊聊的话 就可以去泡茶 对 他们是认真的在泡茶 对 是认真的在有水 对有茶壶的那个 对 所以想喝茶可以去那边 那接下来呢 各位如果从二楼上来的话呢 会看到我们一系列的人才招募墙 所以有企业想要在那边贴招募的话 可以借由A4的一张纸 来去做人才招募的动作 那接下来是我们在这边 因为刚才跟前面跟各位提到说 我们这次有引进Devcon的那个Village的概念进来 所以我们这次由工业局还有工业研究院 这边来帮我们提供5G Village的部分 也就是他们会提供建置一系列的5G的场域 让大家体验说5G的资讯安全的影响在哪里 好 接下来我们一路往上到四楼 四楼的话会有一系列的摊位 包含我们刚才所感谢的一些赞助商 还有一些社群团体 像是Bamboo Fox或是Nisra这些等等的团体 甚至还有IoT的Workshop 如果各位对IoT的Workshop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做实作 那今天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也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防疫的关系呢 让我们没有办法安心的在室内吃饭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你我的安全 也就是说在用餐区 我们这次改到四楼的外面 但是不用担心下雨因为它有遮雨棚 那这两边呢都是可以用餐的 基本上我们在室内是完全禁止饮食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就讲到饮食 那这整个注意事项里面第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会议庭里面禁止饮食 对 那如果饮食的话 我们可能会请你 就做一个警告的动作 好 那再来是会议中请将手机设为静音以及震动 还有长时间离开座位的时候 请勿以私人物品来站位 会议全程请佩戴识别证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次的识别证总共有五种款式 那识别的方式非常简单 白色的就是没有办法参加 进来我们这次的会议庭里面 那如果是黑色 例如像是VIP staff speaker 甚至在media的部分呢 都可以进到我们的会议庭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请遵守大会的行为守则 那相关的行为守则我们已经放在官网上面 在网路须知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次这里是HitCon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网路的安全性 但是主办单位也没有提供网内互打 我们不支持网内互打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有提供网内互打的机会 我们等下会有我们的副招John来说明说我们这一次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让各位可以放心的往内互打 对 那会场内禁止进行任何形态的网路攻击 那围者可以将强制驱逐出进 出厂 现在不能出进 对 好 那无线网路SSD会以HitCon为开头 那这次的WiFi呢是HitCon 2020 那Password是我们今天的日期 2020-0911 好 那我们有符合8码的那个原则 但是没有密码复杂度 那接下来是使用无线网路 还有智慧型需求 智慧型手机需求的话 如果请用USB2做连接使用 那尽量不要在会场内架设AP 好 那如果说 有一个 我们提供 另外提供的是我们一样 今年会提供一个最帅的IRC 如果你很热爱文字界面 那就麻烦你用来用IRC吧 我们这次有两种连线方式 网页跟IRC Client 那如果是你是讨厌那种纯文字的人 我们有提供Telegram的channel 可以让各位去做使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的防疫声明 为了保护我们这次HitCon 2020 全体人员 以及必须要有以下事项 请全体实体的与会者讲师 还有工作人员的共同配合 那最主要的是室内应该全程 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 所以目前看起来在场 会违反这一条的就是我 还有刚才的赖副总统 对 还有等一下两位副招 那等一下 但是我们有保持非常良好的社交距离 所以还OK 那接下来两场的话呢 我们都必须要登入十联制 那十联制跟一般 你们所认知的实名制会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只收集电话跟昵称而已 那我们是主要是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发布的 这个武汉肺炎COVID-19的因应指引 来做这个规范 所以两天的话 各位如果用OPAS 就用OPAS 另外我们有提供纸本可以做报道 登入实验制的动作 那另外就是刚才有跟各位一直强调的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开放用餐区可以饮食 那其他的区域禁止饮食 那如果身体不是的话 可以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 以及反应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这次有非常精彩的议程 还有活动 甚至像panel discussion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会有我们的副招Mars 还有我们的John 来跟各位做介绍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我是Mars 接下来会有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议程 有什么样子的village跟活动 包含是实体跟虚拟的 那虚拟部分会有我们的John 来为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的专题演讲 今年是我们Community 跟Pacific河唯一的一年 所以当然Kino也是会兼具这两者的元素 我们包含了从我们的Enterprise的部分 会有我们趋势科技副总裁 以及TX1 Networks的流氧态执行帐 为我们剖析在目前现今国际上 非常火红的一些工业控制的 治安议题 包含或者它有什么样的挑战 以及趋势 会在稍后的Kino 为我们做相关的Posiggy揭露 那在Day2的Kino的部分 我们也邀请到了 享誉国际的密码学专家 远从国外飞过来 也完成了我们相关的防疫措施 在Day2的最后一天 会实体清零在我们的会场 跟各位分享 我们有关后量子密码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与NIST如何对于后量子系统 做标准化的一些分享跟研究成果 这样的Talk其实花钱还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我们的专题演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再来我们的议程 它是非常地棒的 真的不夸张 非常地棒 维持我们Hecon一贯的传统 真的是一贯的传统 我们有的是漏洞挖掘的部分 今年不管是针对路由器 不管是针对Facebook 我们三星的手机 或者是各式作业系统 原位的漏洞挖掘 在Hecon 今年的Hecon 2020都有 各位都看得到 那在企业的部分 不管是从 不管是从针对DDoS 巨量供给的一些分析 或者因因之道 或者是怎么去分享说 企业如何拥抱CVE生态系统 来强化他们的一些事件处理的流程 再来就是或者 透过各式各样的框架 这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治安框架 那要使用哪一种类型的框架 去我们优先环节的这些 真实的威胁的使用的建议 或者是在以产品的制造商角度等等的啦 去分享我们做Train Hunting 威胁列布的一些内容部分 都会在我们企业资安政策 跟企业相关 怎么从企业的角度 做出发的切入点 来为各位做proceed 当然 关键基础设施 最近很红红的关键基础设施 不管是供应控制系统的趋势啦 或者是机械手臂的一些资案议题 再来就是包含 可能最近我们刚开台的 5G的通讯的资案议题 也都会在我们 今年的这个关键基础设施 有相对的一些分析跟实际的demo演示 那包含医疗设备都会有 都会有 然后威胁分析的部分 我们分成这四大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是威胁分析 不管是针对网均的内网渗透测试啦 或者是气息网路 AirGap的 进阶渗透式的威胁追踪 各式各样的议程 或者是相关的建议系统啦 怎么去建立一个路由器分析的 安全监控的平台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议程 非常多元的种类 今年在我们TECON 2020的议程 都会出现 各位都可以参考我们在三楼的议程表 或者是我们官网 上面都会有写这些细节的内容 再来就是我们的高峰论坛 Panel Discussion的部分 今年我们高度的接轨了 我们八大关键基础设施 以及一些相关的 非常新颖的治安议题 我们举办了总共五场 五个种类的关键论坛的部分 包含了金融场市的关键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与疫情 人才培育啊 人工智慧等等的 那首先我们第一场 在10号后在阿林 我们就会有金融场市的 金融业如何迎战 数位战场的第一道烽火 那我们会有 戴富库尔的温浩正公执行长 当主持人 然后带领我们的一些 金管会的 金融领域的一些 相关单位 包含 金管会的裁缝处长 联资中心的董事长 一些金融单位的资安长等等的来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去评估防御的机制的有效性 针对金融领域的部分 那如何把关供应链的安全 包含着我们怎么去实作 执行我们的资安策略 以及预算投放的部分 都会在这场论坛 以不同的角度看得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设施 那呼应我们蔡英文总统 她的一些政策理念 包含说 关键技术设施高峰论坛的主题 我们会定调在 主动式资安防御策略 如何解决OT的 ICS的资安相应性风险 我们会透过 以不同的角度 包含防御商 包含设备商等等的角度 切进去 去带出说 在OT在ICS在自动化之后 那它的智慧化的资安风险 或者常见的供应相应有什么 正在不同的角度 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最后来提出一个 讨论出一个 以不同的角度 怎么去实作 或者讨论出OT的这个 毛利策略 以及我们best practice的部分 都会在这场论坛 由我们的毛进行 毛所长来为我们主持 那第三场的panel 第三场的高峰论坛 我们也接规了 我们最近很特别的 新冠肺炎COVID-19的部分 那以COVID-19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在 我们为了防疫 为了兼顾疫情控制 再去做可能 从我们入境的电子表单 从我们的防疫手环 或者是电子围离 等等的一些操作 一些为了防疫相关的执行方式 所实作的一些事情 那与隐私议题 隐私保护的议题 去做一个结果 会有我们OCF的Libreform 治安处长 我们治安处的检处长 卫福部资讯处的庞处长 等等的嘉宾 来为我们分享 相关的一些内容 再来是我们第四场 第四场 这个是我个人 真的非常非常想听的一场 为什么 这是我们今年五场Panel里面唯一一场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我们非常想要请到国际的 知名的顶尖讲者 定级的人士 在我们的Panel也参与一场 参与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透过了线上连线的方式 在我们今天的下午 也会有邀请到了 除了我们的台客大的 吴宗森特兵教授 也会有韩国的 Korea University的Professor King Koburu的Kana-san 以及我们DevCon City of the Organizer 也会为我们带来 整个以不同国家的角度 以不同的方面 去揭露说 在Covid-19的状态之下 我们怎么去针对人才培育 那相关的机制 行为 方式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 我们都会在这场Panel里面 以不同国家 不同元素的角度 在这边为各位揭露 最后一场Panel 我们的人工智慧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 要怎么去透过 从人工智慧 去判断说 人工智慧 到底能不能够为人类指引 一个网络工房的 作为网络工房的机制 即使 那会有我们的 HECON200的申告会员会主席 我们的陈中冠陈博士 他同时也是 奥义智慧科技的 资深研究员 配着我们的 奥义智慧科技的 穹敏章创办人 IBM的陈平宇博士 人工智慧科技 基金会的张家泽总监 一起来讨论说 这样的人 以人工智慧 不同角度的面向 系统场等等的 开发研究人员的角度 去实作 去讨论说 怎么去 这件事情 到底它是可不可行的部分 这是我们针对企业部分 去设计数据design的一个 高峰论坛的内容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Village 骇客的村落 我们的生活圈 在今年 我们结合来自各方的力量 不管是社群 不管是政府学界 各个地方的单位 我们把我们各式各样的Village的主题 都在HECON2020 呈现给各位 包含说我们有社群的UCCU 来为我们讨论 Live Hacking 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案问题 怎么样去这边 在这个Village 讨论 或者是我们 发际与辅导的Nistra的资案社群 在办一些CD回复的活动 或者是各式各样 Hacking 101 或者是我们的HECONGIRLS的社群 会在今天也会有一整个活动 去办我们 Social Engineer的Village的内容 同时 我们还有5G Village CTI Village 今天的5G Village 我们跨界 要跟我们的经济部工业局一起合作 那去在我们 包含我们5G Village 会有我们的展演摊位 在三楼的部分 那也会有我们的 专属于5G Village的资案的Session 或者我们的交易厅部分 向各位来做一个揭露 那包含 或者是我们在Day 2的一整天 我们会有CTI的Village 一整天满满的Session 满满的内容 来告诉各位说 我们要怎么样入门 Cyber Street Intelligence的一些内容 技术 技巧 想法等等的 会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讨论 以及Ben Bud Frost TDOH的各式各样 不同组织的Village 都会在这里去做讨论到 最后 接下来我们会分享 我们今年大会 到底有哪些活动 不管是实体的 或者是虚拟的 那实体的部分 今天会由我来这边跟各位做说明 那首先 我们有Bug Bounty的Competition 它是分成两个种类的主题 一个是电子钱包 另外一个是联网设备 那它在Day 1 今天它是闭门评审的部分 但是如果各位想要对于说 在这样不同的电子钱包和联网设备 以白帽Hig的角度 它怎么去做漏洞挖掘 它怎么去做分析 去找出漏洞 然后能够帮助产品 实际的强化它的Cyber Security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们也会针对这些漏洞挖掘的前三名 在Day 2做一个 Day 2的下午在R2 我们的第二会议室 做一个成果的分享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跟他们 看看说他们是怎么做 这个部分的 那各个Conference都不能错过的 Lighting Talk 我们一样有 在今年的最后 我们的Crossing 我们会有总共一场五分钟 我们会总共最多的四组 那从现在各位就可以到 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到 三楼的白帆区区去做报名 我们Lighting Talk的部分 OK 那纪念品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家公关组 我们团队要求我一定要写的 就是今天我们有非常非常热卖的纪念包 但虽然它卖完了 但还是要贴一下 那维持我们总组团队爱喝酒的这个队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 纪念品是我们有一个小酒杯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贴纪念品 都可以在三楼的摊位里面 去以现金的方式去购买 好 再来就是我们人才刊登的人才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对于人才 各位是想找工作的 各位是资丹单位 资丹企业想要找人才的 都可以在我们人才刊登的招募的部分 去写一下一些相关的内容 贴一下一些各位的想法等等的 同时我们在今天的R2 也会有我们人力争裁的时间 那会有一些Panasonic 阿皇联皇科技 DevCore 那DevCore非常的 我们要非常感谢DevCore 因为今年是DevCore 支持我们 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学生的免费专案 我们学生 每一年都会有免费的学生专案 那DevCore今年也非常以赞助的形式 支持我们 这个给学生的免费专案的部分 让需要的同学可以很开心 幸福旁骛的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 OK 那再来也会有中化资安 安基资讯 Tintify 杜福处理安全 电信基础中心 远传电信 会来我们去介绍相关的一些 人力争裁的部分 跟他们说明 跟各位说明 企业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实现 达到企业所需要的一些 治安的技巧 然后才能有机会进到公司的部分 好 这是我们一些比较偏向实体的活动 那也为了应CoreV19的关系 我们今年把很多的活动都搬到线上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我们另外一位总招 John 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说 今年到底有哪些线上的活动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他 好 那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副招John 那 那刚才也提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有线上 卖线上票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办一个 就是有实体也有线上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们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像一个普修大会一样 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影片打开来啊 那我们就好像在补这个线上课程一样 O.C.W.A. 那好像之后还要考试一样 那我们就是不希望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 我们今年就是想要尝试 我们做一些尝试 就是毕竟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呢 我们就是吃转机嘛 就是我们可以是一个我们做一些尝试的机会 那 呃 反过来变成说我们有些活动它就是native的在线上 那我们无论是实体的会众还是线上的会众 它都需要到线上才能够参加这些活动 对 那 第一个的话呢 是我们今年做了一个mind test的虚拟会场 那像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是像各种就是资讯相关研讨会的话 呃 它是六成的社交 然后四成的一成 所以我们很想要去把 确保说这个六成的社交这个部分呢 它在线上的部分 线上的与会者它不会就是 就无法接触到这个六成的部分 所以mind test的话就是我们想办法尝试 让这个呃 会众能够就是有多一点的互动 会众之间能够有多一点的互动 那mind test的话 呃 我们是直接用这个官方版本 那呃 可以到我们heatcon官网上活动那边点去 呃 我们有教学 就下载的连结 那mind test本身是不支援中文输入的 那如果你有想 呃 做 输入中文的话 那我们这次有patch一个版本 不过因为我们呃 patch的比较晚一点 所以还没merge进去 那 所以只能有 就是我们呃 活动官网上有这个说明 你可以去下载整包的虚拟机一回来 它就直接可以输入中文的mind test 对 那呃 再来的话 我们另外一个也做了尝试 是线上的密室逃脱 那像2018年的时候 密室逃脱我们这个 是满受欢迎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我们就想尝试说 诶 我们有办法在线上 呃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密室逃脱活动 那 今年的话我们这个 这个密室逃脱的设计呢 我们想要把它大众化一点 就不要变成说 它变成ctf 一样 就是说OK 我们今年我们要打个这个 50分钟的这个 这个密室逃脱 结果我们要把i.pro拿出来 然后组一个rop chain 对 那可能都这个天都黑了 对不对 所以 呃 今年我们就是想办法说 我们这个题目稍微就是 大众化一点 这50分钟内可能就是 可能有一些 呃 多一点互动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这个活动的话是需要就是要报名 那 呃 一样我们官网上活动那边有这个报名的表格 那今天早上我看的时候好像报名的人数还没有很多 所以说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就是尽快报名 还有空 还有空位 对 那如果说呃 你没有报名到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场次没有录取的话 你也可以在IRC或TG上面等候补 就是说如果我们呃 呃 那一场次的人他可能刚好软体没有准备好 或是人不见了 那我们就会在IRC或TG的那个聊天区上面找人 所以有没有哪一组是四个人都已经到齐了 就可以直接上 那再来的话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这个 算是我们新的尝试啊 我们今天尝试练鼓大会 什么练鼓大会呢 练鼓大会就是人民的肉机 哦 人民的肉机就是我们今年呃 开虚拟机 我们开台虚拟机 然后它可以很轻 你可以很轻松的透过IRC的界面 就在上面下指令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做reverse show 哦 不需要去搞什么ROP chain 然后顺便bypass个ASLR 没有不用 哦 你只需要打下Linux的指令就好 那这种这台电脑呢 我们帮它架好了HTP伺服器 然后呢我们顺便也帮你跳板跳好 我们这个伺服器其实是放在GTP上面的 就是彰化资料中心 但是你如果去从这台电脑往外连的话 会发现说我们帮你跳板已经跳好了 就是它的位置是来自新加坡 不是来自这个台湾这样子 所以呢今年只要来HeatCon 就可以领取两天份的VPN跟网路磁碟 然后就等各位直接打进去 打进去 然后看你要这个怎么样 像SSH跳板 Sox Proxy 自己架 好 那另外我们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就是网路磁碟嘛 我们这个里面架的这个HTP伺服器呢 我们是可以直接从网址就可以连得到 R1.heatCon 20mpg.tw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大家在上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可能要用最新版的浏览器 毕竟这也是HeatCon啦 就是如果你用旧版的浏览器可能有个RCE 那就不好玩了 因为这个内容是这个各个骇客都可以上去编辑的 所以请大家小心一点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大家都没有上去就是涂鸦区都没有人在涂鸦的话 可能晚点就直接开放SSH 直接进去 reverse show太麻烦了 好 那这个HeatCon Token的你的钱包的私钥 跟你的地址都已经寄到各位的email信箱里面了 那如果你想要再获得多一点的HeatCon Token的话 你可以参与刚刚提到的一些活动 或者说你可以去赞助商的摊位 也可以获得HeatCon Token 那获得这些Token之后 你可以去token.heatcon.org 去把它换取就是历年的纪念品这样子 那这些纪念品的 这些纪念品是我们到时候会后 所以我们会再一并寄出 那这个网站的话只开到就是明天的晚上12点 所以要换的就是这个把握时间 不然这个HeatCon Token之后就没有价值 对 好 那所有活动参与的方法呢 这个 我们的懒人包在我们官网上面的 那个点那个活动那边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所有活动的参与的懒人包 那最后呢 我希望这个大家这两天玩的快乐 谢谢大家